這邊的資料稍微說明一下 前面四個工作表 前面四個工作表 是每一個 前面四個是我們要做的 後面是對照表 對照表裡面包含就是說 等級裡面如果U就95分 A加就95分 單位的話就是 101是什麼總行的人事 然後組別的話是 A是這個 一之類推,然後升等的話 是1到4 那這邊的話各位切回到那個 柱磚 題目裡面的話,這題稍微難一點一些 原來裡面是沒有的 那裡面的話呢 會有這些柱磚 總共有幾個人呢,總共會有 40個人,領主的話 有幾個人呢,有比較多人 總共會有101 減掉100個 然後還有辦事員 助理員,那每一個的人數都不一樣 所以喔,特別注意 但是他們欄位的位置都一樣 單位,組別,升等 跟他的這些成績 還有名次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喔,你們將來 如果四個要做一樣的動作 你可以先怎麼樣 把它多選 助專到助理員怎麼多選 按SHIP鍵喔 把這幾個全部一起選 做完之後 再取消選舉之後喔 在個別向下填滿 這樣會是最快的 當然方法很多啦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啦 不過 先取消一下好不好 假設助專喔 比如說我今天單位喔 這個問題來了,單位是什麼 單位就是他的編號 從他編號裡面的108 去找到什麼 找到他是哪個單位 108 那他108是哪個單位呢 再到單位這裡面找一下 108 就是總行什麼 審計部 那如果說你一般的做法是什麼 把這個108旁邊這一欄 B欄的地方Ctrl C 然後再切回到助專有沒有 再把這個貼上對不對 那343 343你要是要切換到這邊 然後你要找343 343這個 北台南分行 那如果說你要這樣做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還蠻累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話 總共有這麼多人 住專做完之後 還有領主辦事員 那這樣的話好像不是好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更快呢 其實就是我們要學的啦 第一個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樣 把編號裡面的第三個字 到第五個字先抓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這個邊抓出來的字呢 去幫我查單位裡面 單位裡面的這個編號 所以首先的話 這邊的話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抓到第三個字到第五個字 你可以用插入函數 這個地方後面都是函數喔 比較困難一些些喔 所以請各位要點心理準備喔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對函數熟的話 那當然沒問題啦 可是如果你對函數沒有用過 甚至是沒有學過的話 那你恐怕要多用 多花一點時間喔 還有多注意一下 後面的動作喔 首先的話 我們需要做的動作是 如果我希望把第三個字 這個編號裡面 只要什麼 第三個字到第五個字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第一個 插入函數啦 其實用函數來幫忙 函數裡面有文字 文字裡面喔 你找到那個 往下找 有m開頭 mid 這邊有個mid 它就可以怎麼樣 幫你完成你要做這件事 怎麼做 按確定 問答題 第一個 你的編號在哪裡 test 在這裡 你要從第幾個字 第三個字 你要幾個字 108 幾個字 三個字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 這個編號 把108 抓過來 按確定之後會怎麼樣 按確定喔 就是108了 那你把它點兩下 所有的單位都查出來 但是 好像還沒結束 為什麼 因為要單位不是要數字 我希望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這個 查的話 是查 A欄 帶過來的話 我希望把B欄 帶過來 所以 第二個 你需要用到的函數 這邊要有兩個 第二個是叫Vlookup 這個Vlookup 就是 顧名思義 幫你去查詢 查詢你要的編號 那怎麼查特別注意 第一個 再把這個 剛剛做完的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請你把它剪下